HELLO 我是烏龜 之前在我還是12本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過了使用天女再加上超級女巫的組合 而在我自己升上了13本之後 我因為實在是太愛超級女巫了 馬上又再把它解鎖 並且試用了一個差不多的配置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幾場使用這個部隊配置的進攻 在這個部隊配置我帶上的天使是只有4隻而已 所以不能讓天女滑得太遠 或者是同時面對到太多的防禦艦族 我在這個陣型靠近12點外側的地方下了天女進來 在這裡不會馬上面對到對方的火箭 我必須要觀察一下我的女王往哪一邊走 這裡必須要耐心的等待啊 千萬不要判斷錯邊了 不然後果的影響是很大的 她殘血了我先丟一罐狂暴給她 看起來好像是要往左邊走過來了 好沒錯女王繞了過來 我在這邊趕快再丟一罐狂暴 因為她即將要面對到對方的女王 然後從9點還有10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蠻王還有工程訓練營 並且補了一隻超級女巫來幫忙斷邊 接著從11點的外側跟上了大守護者 10點的地方是下了剩下的超級女巫進場 我在這邊想要用炸彈人幫天女開牆 結果實在是太猴急了 外圍還有一圈城牆圍著建築物 結果這一群炸彈人全部都跑去開外面的城牆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趕緊改丟了一罐彈跳法術 結果這個彈跳法術也丟歪了 沒有涵蓋到最外層的一圈城牆 結果我的部隊是自己開牆走了進來 現在我用冰凍動住對方的天鹰火炮 然後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已經跳了進來 我趕緊再丟冰凍法術 動住對方的投石機來保護我的這群野豬 我的野豬被對方的多體火塔燒到了 並且即將要面對到對方的大北營 我在這邊開了大守護者的無敵 小王從側邊進場 我在八點的地方下了小王進來 我有兩隻超級女巫在陣型外側的位置 哇大北營打爆了之後 這個自爆是有炸到我的野豬 但是看起來我的野豬好像是 站在大守護者的光圈裡面沒有馬上被秒掉 現在對方核心的防禦還有剩下一座單體火塔 哇這個火塔黏到了我的超級女巫 我在這邊丟了一罐冰凍 本來是想要同時動住對方的火塔 還有對方的小王 結果只有動到對方的小王而已 對方的這座火塔是直接燒死了我的一隻超級女巫 而女王在這邊是搭配著冰凍還有毒藥 直接打掉了對方的小王 我的最後一罐彈跳法術想了半天 是丟在靠近四點鐘的這一側 想要讓走在外圍的兩隻超級女巫 也有機會跳進來跟著我的部隊一起前進 現在小王開了技能之後往前衝 哇他殘血了 能夠幫忙打掉的防禦建築物很有限 接下來的這些建築就必須要靠著我的超級女巫 還有大守護者一起收尾了 對方剩的防禦建築不算多 我有幾隻媽寶骷髏走在部隊的前面 幫大守護者扛著火力 然後後面有兩隻女巫趕上來了 外圍還有在補了法師 那應該是沒問題了 可以拿下這場進攻的三星 使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 再加上五隻超級女巫 然後工程武器選用的是工程訓練營裡面裝著野豬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這場進攻 面對這個陣型 對方在六點內側的地方 哇火力是非常的集中 還有大本營在這裡 我從六點外側下了天女進場 希望女王往右手邊走 好看起來她會順利的往右邊走了 我在七點這邊盲區 再丟了法師幫忙把聖水庫打掉 然後在三點外側的地方 已經先下了蠻王還有工程訓練營 並且搭配一隻超級女巫來幫忙斷邊了 天女再往前走 馬上就會面對到對方的女王了 我在這邊先丟了一罐狂暴 把她的水量拉回來準備一下面對對方的女王 在四五點外側是下了大守護者 還有四隻超級女巫進來 然後天女殺掉了女王之後 我用冰凍法術動住六點鐘這裡的法師塔 用炸彈人開牆 現在蠻王開了技能 對方三點內側的這座投食機是殘血的 我的幾隻超級女巫走得過來 把這個投食機給收掉了 這樣子我從工程訓練營裡面跳進來 野豬就沒有被對方的投食機打到了 野豬繼續往陣型的中間跳 這裡壓了狂暴打開了無敵 打爆了大本營之後 野豬跑去拆對方的天鷹火炮 而我在靠近對方九點內側的這座投食機旁邊 丟了一罐彈跳法術 要讓我的部隊打掉對方核心的防禦建築之後 繼續的跳到陣型的比較靠近外側的地方來 好九點的這座投食機也打掉了 現在我的部隊幾乎是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再靠近九點鐘的這個位置 準備往十二點的方向推進了 哇我的小王技能還沒有用掉 而且手上還扣著這麼多的法術耶 太酷了吧 在進行這場進攻的時候 因為我才剛升上十三分沒有多久 所以你看得出來 其實我的小王等級還不高啊 還不到十級 而且其他的英雄也都還沒有升級 並且因為我還沒有打上傳奇兵的關係 所以對手的這個城堡 有可能會碰到像這樣子沒有擺放援軍的 這些都降低了我挑戰的難度 不過還是看得出來超級女巫非常的厲害啊 你看推進去的這四隻超級女巫 從頭活到尾都沒有死掉耶 最後真的扣下了小王技能 還有這麼多的法術完成了這個三星 相當過癮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場進攻吧 接下來這場進攻的對手 看起來防禦等級就稍微正常了一點 我在靠近十二點的外側下了天女進場 欸我沒有小王啊 啊當時我的小王正在升級 所以沒有帶出門 現在我要觀察一下女王會往哪一邊走 看起來好像是要往一兩點的這個方向走過來了 那我就要在三點的這邊開始斷邊 我用來斷邊的部隊是蠻王再加上工程訓練營還有一隻超級女巫 我在這邊稍微思考了一下怎麼樣下這三個單位 最後我是在三點的位置下了超級女巫還有工程訓練營 然後在比較靠近天女的兩點鐘這一側下了蠻王 先拿冰凍凍住對方的法師塔 然後用炸彈人開牆 蠻王下的比較靠近天女 然後把前面的劍組打掉了 所以在開牆了之後女王就會直接從缺口走進來 在一兩點的外側是下了大守護者還有四隻超級女巫 現在下了恐暴給他們 前排丟了一罐彈跳法術 並且用冰凍凍住對方的投石機還有單體火塔 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準備要從側邊跳進來支援了 對方的陣型中間有一大堆的火塔 然後在後面還有一座投石機還沒有處理掉 我在這邊下了冰凍動動住後面的投石機 然後野豬在側邊進場支援 這邊配合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野豬幫忙清掉比較靠近陣型外圍的防禦建築物 而在比較靠近陣型核心火力的地方 我的超級女巫搭配著我的英雄還有大守護者的技能 是直接把核心的防禦建築都拆掉了 野豬剛剛也有吃到了大守護者的無敵效果 他們現在已經繞到了靠近七八點的內側來 第二罐彈跳法術下在靠近九點內側的地方 直接打通了幾乎剩下來的所有區塊 讓我在陣型中間的馬寶骷髏還有女巫沒有任何的阻礙 可以直接把剩下來的建築物都打掉 現在來看到在野豬的部分雖然是已經全部陣亡了 但是因為我的女王以及大守護者都還活了下來 並且女王的技能還沒有開 所以在這邊在女王開了技能之後 又再幫忙打掉了很多的防禦建築 甚至是連十二點的最後這個法師塔 也讓女王給殘血處理掉了 這樣子一來 哇這次存活的超級女巫好像也是蠻多的 一樣是活了四隻超級女巫下來 這超級女巫的推進能力真不是蓋的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使用這個部隊配置拿來打部落聯賽了 我在十二點的位置下了天女進場 這裡有一座大守護者雕像 但是只有這個雕像的話對天女來說還不算是威脅 打掉了這座採集器之後 好天女往左手邊走了 這樣子我在九點的位置就要開始斷邊 我在九點的角落先下了一隻超級女巫 然後在十點的地方下了蠻王 在這隻蠻王還有剛剛的超級女巫中間下了工程訓練營 他們會把九點外設建築物清得非常的乾淨 現在我從十一點的地方下了大守護者 還有剩下來的超級女巫 並且下了狂暴之後用炸彈在這邊開牆 順利的讓所有的部隊都從這個城牆缺口走了進來 現在對方的城堡援軍被引出來 還是雷龍球 我在這邊丟雷罐毒藥之後下了一罐冰凍 同時動住對方的雷龍球還有對方的小王 並且丟雷罐狂暴 讓我的部隊趕快把他們處理掉 前方已經丟雷罐彈跳法術了 所以處理掉了對方援軍之後 我的部隊應該會往正行的中間跳過來 先來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進場了 我從八點的地方下了小王進場 並且下了冰凍法術 動住對方的頭石機還有對方的女王 幫我的小王以及野豬爭取掉時間 把頭石機還有小王處理掉之後 我用冰凍法術動住對方的大本營 然後在這裡準備要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你保護我的部隊不要被對方的大本營自爆給炸到 好 好像是有保護到了 接下來這個彈跳法術可以讓我的部隊 繼續的跳到三點鐘內側的這個區塊 小王的技能在用掉了之後 現在在六點內側的這個地方好像看起來有一點危險 哇 他的血量非常的慘 還好有馬寶骷髏走了過來幫他扛一下火力 現在來看一下三點內側這邊有一個單體火塔 哇 燒到了超級女巫 女王的技能還沒有用掉 目前是女巫在幫女王扛著單體火塔的攻擊啊 小王最後是支持不住了 提早領便當回家了 不過剩下來的超級女巫還有女王在這邊 哇 是非常的給力 女王似乎是不用開技能了 而剛剛幫我們的女王扛著對方單體火塔 而被燒死的那隻超級女巫 好像就是唯一一隻死掉的超級女巫喔 因為目前在場上還有四隻超級女巫呢 哇 這個進攻是不是有一點猛啊 最後是女王扣的技能就拿下了這個三星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場 在13本使用天女超級女巫 再搭配工程訓練以野豬的打法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也喜歡超級女巫 並且有一些配置上面的建議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